不是在跳针而是想打疫苗 医疗院所却都额满 好不容易找到了 但这距离好傻眼 明明住在中和 却得耗上两个小时车程 大老远跑到瑞芳 新北这名师先生 还有一个住在安养院的妈妈 现在想继续探望 没打疫苗根本不行 让她忍不住生气控诉 接种顺序根本乱排 指挥中心27号开放第四轮 预约接种也加入了国产高端疫苗 只要38岁以上就可以登记 统计结果选择AZ跟莫德纳的最多 打47%有364万人 其次是独中莫德纳有341万人 单选AZ跟三个都选的相对比例少 至于非高端不打的 只有百分之零点五 三万七千多人 只是预约乱象还不值一桩 手机收到接种简讯 但根本不是他 原来简讯中这名胡姓男子 电话号码输入成他的 这下两个人共用一个门号 但毕竟不能重复使用 导致他无法申请 胡姓男子也收不到简讯 能打的收不到简讯 不能打的却收到了 似乎在预约过程中认证机制就有漏洞 还有人才打过第一季 又收到简讯通知说可以预约 而新北市也先宣布 8月1号到8月4号暂缓施打 原因就是疫苗不太够 这种种因素 恐怕会让前面的塞车状况更加严重 TVBS新闻谢谢张一科 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